迫伯我之前也提及過 迫伯是大的 殺傷力的震撼性是無可比擬的 但是真真正正殺死的人其實不算很多 另一件更重要的就是 他殺死的就未至於把整個基督教打垮 但同一時間反而成為了一種助力 像這個汽油那樣 來令到整個羅馬帝國燃燒起來 更多人反而選擇了去相信這個宗教信仰 以至到去到糾米田時期的時候 可能都是幾十萬人 沒有幾十萬人 十幾萬人信耶穌 但去到大Cruzion 公元後285年的時候 信耶穌的人數已經去到 六百萬人 即是六百萬人 當時羅馬的人口 都是六千萬 即是十分一人就是信耶穌 那麼我們就要研究究竟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信耶穌呢 即是這麼多人死 那些人還捏過頭過去 也不是白癡 不是愚蠢的嘛 那麼在這個研究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 其實啟少爺說的那個 就不是純粹是一個天空小說 即是純粹是一個 沒有不知道去到幾時才有的盼望 而是一個實體上 真的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一些事實 羅馬政權的確是逐漸逐漸的釋味 但是呢 這個基督教就越來越興旺 無論有沒有奧古斯丁都好 當然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呢 就算沒有了他都好 他呢 基督教也是越來越絕壯的 就算有必白 那麼研究這件事的時候 就看到一件事就是 歷史學家發覺 基督教為什麼會輕往 不是因為他那些人喜歡死 或者是前世未死過 未被人逼迫過 未走過苦 最重要呢 你看見Me2You 就打著愛心走出來 這樣呢 最重要是那個愛的關懷和接納 那麼有 你聽過蕭若柔的話 蕭若縣曾經說過 他就說 基督教是一個奴性的民族 信的人多數都是奴隸 那我不完全去否定這個說法 當時候信耶穌的人 很多都是奴隸 或者是一個基層的人 但是我們要看到一個歷史事實就是 當時候本來 就算你信不信耶穌基督都好 大部分大部分人 都是奴隸 又或者是基層 很少貴族 完全沒有中產 在這個情況當中 就算 by population 隨便逼幾個人 這些人就是信耶穌的 大部分人都是基層和奴隸 所以說基督教是奴隸 是一半是正確的 不是正確的 但實際上 承認了一件事 的確是很多奴隸 和基層的人 都願意來接受耶穌基督 原因是因為 耶穌基督的宗教 他的愛和接納 是讓人 肯定他們 是一個人 一個基本的 一個尊嚴的身份 甚至乎 承認他們 都是神的兒女 這一份無條件的 接納和愛 對於 當時你是奴隸的時候 你基本上不是人 你只是一件product 你只是一個property 這樣的觀念 是很大的對比 在這種情況之下 奴隸和 不是奴隸 應該說 一個普通人來說 是會 tends to去接納 主耶穌這份無條件的愛和肯定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 因為當這麼多人 去信耶穌越來越多的時候 製造一個網絡 這個網絡 令到一些基層 或者一些奴隸 會在這裏 透過弟兄姊妹 互相幫助和接納 製造很多的 活動 給他們 就算他們 是被社會唾棄 也好 但是 他們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這個很重要 亦都是講到 為何那些人 繼續能夠 不斷地去信耶穌 嗯 就算是迫白 反正我也是死的 對吧 但是如果我 信了耶穌的時候 我能夠得到接納 我得到愛 我亦都能夠繼續生存到 第三個原因 是 By statistic 是人們當時都知道的 原來基督圖 長命些 這個是第三個更加重要的原因 為何人們會信基督 以及不介意 受迫白 你要看到當時 能夠生存超過40歲 甚至50歲 是很少的 通常的 所以我的生存超過 現在是80歲 以前是40 50歲左右 這樣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基督圖 是特別長命的 是透過因為他們 弟兄姊妹之下 關心 以前譬如 奴隸 如果你病了 我便扔你出去 我不會再養你 我便讓你死 另外 如果你是一個平民 假如你有一個病 如果你看聖經裡面 你那個患血流的女人都知道 患了12年血流 他的醫生都醫不到他 接著就沒有了所有錢 一個病可以令到你變成赤貧 亦都令到你完全沒有生產能力 繼續來堅持下去 但是正因為基督圖 他不介意你病 他仍然去照顧你 support你 為你祈禱 這一點 令到一些本來應該 他應該是當時死定的人 他不應該死的 但因為沒有人理他 所以死 那些人 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那個life expectancy 就長了 那時候 就很有說服力 來告訴所有人 你看一下 我得到接納 在基督裡面 我有一個身份 有一個地位 同一時間 我能夠生存下去 我有工作 我只不過是互相服侍 第三件事 就是 原來證明了 我就算有病的時候 會有人關心 耶穌有說 你有病 又坐牢 我會探你 照顧你 我給你喝 各方面 這些全部在當時發生緊 正因為這些緊守進行 以至到他們 越來越多人信主 所以就算去到迫伯的時候 都來堅持 甚至最後 後來 Dicrucian 這個公元後 285年 那個迫伯 維持了大約 7至10年左右 這樣 他們都能夠 來 挺得過去 甚至乎 到了Dicrucian 死了之後 到奧古斯丁 贏了統一上的羅馬 就將這個 基督教合法化 這樣的時候 是一個完全 upside down的顛倒 本來是一個非法 視為邪惡 一個恐怖 甚至乎是 受社會藐視的一座宗教 突然間 變成為一個 真是比羅馬政權更加長久的一個宗教 一個顛覆性的改變 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的 都想大家知道這個歷史 所以看到的時候 你會看到 啟叔不是天空小說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不是一個要等多二千年 又或者是 我們等完二千年之後 都不知道再要等多幾多年才會發生的 而是在斗米田完略之後 發生著 再來大迫伯 大虛仙的時候 再發生一次 將整個天下 都來到去全家歸主 這個情況 當然奧古斯丁 改變了之後 仍然遺留著 超多的問題 有待解決 這個應該是要等到 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才能夠將整個世界去復和 我們仍然盼望 這一天的來臨 但是 我們知道 神的能力 在這個歷史上面 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我們有留意歷史的話 今天講長了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la Devotion